到受監護宣告跟輔助宣告的程序去處理就好了 就是說因為現在民法已經配合修正 有監護宣告跟輔助宣告 如果真的出現了這一些狀況的話 受監護宣告跟輔助宣告尚未撤銷本來就是消極要件 已經在法條裡面有了 那我可以了解這個條文是參照很多其他職業工作類別的條文的規定 但是我也跟部長報告過了 當這個爭議出來了以後 其實比較好的立法方是2013年的時候 我們的公務人員任用法 公務人員任用法本來也有精神疾病 不能當公務人員的規定 但是他們在2013年修正的時候 很清楚的理由就是說 因為民法已經有監護宣告跟輔助宣告 所以那款的室友已經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所以現在公務人員任用法 該當於我們現在在討論的第四款的消極要件 早就被刪除掉了 那第二個理由是說 回到監護宣告跟輔助宣告的體系 它有個好處 因為對於被宣告人 它的程序保障是最好的 因為是交由家事法院來進行處理 那如果我們在這邊還要再加這款室友 等於就是說你獨立於整個法律體系的監護宣告 跟輔助宣告之外 你還要開另外一軌新的 那這一軌新的呢 是由主管機關來加以認定說 他是不是不能執行業務 雖然他有徵詢醫生的意見 但是主管機關到底要怎麼認定 是個人認定 委員會認定 在委員會的程序當中 受宣告的人 你要給他什麼樣子的程序保障 那那個你要完全開另外一軌新的規定 在整個體力上面會自私一分 所以其實在第四款的室友當中 在法律上面的概念裡面 已經完全被監護宣告跟輔助宣告 他的客觀範圍所涵蓋了 那那邊也有家事法院當作輔助的系統 有一個很正當的程序 可以去完成 所以我會建議說 看部長這邊是不是也可以考慮 我們就回到像公務人員內用法 因為也有潛力嘛 你們不用去好像壓力太大要擔這個責任 說你們開創了前方 因為公務人員內用法 他也是採取那樣子的規範方式 那就回到監護宣告跟輔助宣告 那邊的體系來處理 所以我是在結論上 我是贊成那個王委員的建議啦 就是這一款的室友把它給廢除掉 除非你們認為說 有什麼樣子的狀況落在這款的室友 但是竟然連輔助宣告都沒有辦法宣告 才有考慮把這款留下來的必要性 因為這個案子是行政院提出來的 其他委員沒有版本 所以行政院你們要不要再說明一下 你們為什麼會提這個東西來進行修正 那第二個你們堅不堅持 我跟各位委員來報告 我們提這個立法很單純 就是完全配合身心障礙者權益的保護公約27條 說要保障身心障礙者的工作權 然後它的施行法有一個規定 說這個公約規定以後 要在本法施行後三年內完成修法 所以我們一定要修法 我們修法也很單純 也沒有各位委員想得這麼複雜 就我們就參考建築司法基石